今天想拍一段影片是关于面试 收到观众的留言 也想看看我有什么面试的技巧 或者穿什么去interview 而且也可以看到我今天一生的打扮 很久没试过穿得那么专业 除了之前上个学期 可能要去present的时候才会这样穿 关系我上一个面试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读过两个食事学位之前 其实我读过几年的全职工作 是全职工作的 所以我也有interview的经验 以后我分享的东西都是我个人interview的技巧 而且我觉得是有用的 看这条影片之前麻烦点赞个视频 因为这类型的影片是我第一次拍的 所以给了我动力 还有有什么要改善的话 继续看这条影片 之后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讲讲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找到一间你心疑想进入的公司 然后做一个详细的research 就是看看公司是否适合你 可能公司的详细是怎样的 或者有什么服务 最好就是撩如似掌 知道那间公司的所有运作 因为其实是很重要的 而且如果你真的对那间公司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不需要特别去research 因为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所有东西了 interview的时候可能interviewer 可能问你关于一些问题 关于公司的话 你也可以很快地说到所有东西 做完research之后 也可以问问身边的朋友 可能有朋友在那间公司做的 你也可以问他们 喜欢不喜欢那份工作之类 可以多拿一些资料 向朋友 而且也可以在美国有一个网 叫做glass door 就是看那间公司 是一些review 类似yelph的那样 看看那个员工 employee 对那间公司的感觉是怎样的 而且他也有大约写一些pay 所以也可以再深一步了解这间公司 然后到internship 可能现在读中学的你 甚至我有小学的观众 都未必知道是什么 其实internship在美国第三 或者第四年班的时候 出来打一份工 类似一些暑期工三个月左右 这三个月你做完这份工之后 会当是你的学分 当是一班 我有做过internship 我也觉得很帮助 所以我建议现在读中学的你 真的要争取做internship的机会 因为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始终从小到大都在学校里面 甚至亚洲的地方 很多家长都未必给 正书的时候出来工作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人生社会 不单只可以体验社会 可以取得学分 最重要的就是不完业之后 对你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帮助 就是你通常apply同一间公司 他多数都会聘请你 因为他已经见过你三个月的表现 职位方面要视乎你在哪一方面的行业 假如是sales的话 多数是由assistant manager起的 因为你做了intern 你有大学的资格 通常都是想apply management level 另外在这三个月的internship里面 你也可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 喜欢做这一类型的工作 以及这一间公司 因为说真的你大学三四年班 其实真的很年轻 所以都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甚至什么major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是很帮助 在面试问题之前 就讲一下gpa gpa对第一份工作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始终读了很多年书 未打一份fulltime的工作 雇主真的不知道你的表现是怎样的 最可以看到你的表现 就是你的成绩 就是你的gpa gpa其实我觉得是3.0以上 4分是满分的 就是最基本的 其实真的不难 3.0 立刻上大学 证明你是聪明的 你是读到书的 所以我觉得3.0 其实真的不是太难 可能说去到3.5这些数 可能比较难 加油 加油 而且如果真的3.0以下的朋友 都不用灰心 我不想令你们灰心 因为一件事是internship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如果你有帮一间公司打工 他都知道你的表现 可能有这三个月的表现 都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到面试问题的部分 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在这个时候 就是show off的时候 还有什么achievement 全部扔掉就对了 如果你有做到internship的朋友 都可以说一下achieve到什么 可能你是一个top seller 如果你做sales的话 如果没有工作经验的你 都不用灰心 可以说一下你的兴趣 我就用我做例子 我很喜欢shopping 所以如果我in fashion的工 或者retail的工 我可以说我常常shopping 所以我很留意现在trend是怎样的 流行什么包包 或者流行什么三副鞋物 其实都可以帮到一些retail 买衣服 或者买包包的工事 下一个常见面试的问题 就是你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 首先说一下长处 也是以我做例子 因为我也不太知道其他人 我的长处就是我较勤力 我天知不是太聪明 所以我将勤保住 而且不是每个未必知道他们的长处 所以也希望你们发掘到 而且如果真的找不到你的长处 最后没气 就是问你的家人 因为他们对得你最多 最清楚你 而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问身边的朋友 再说短处 我的短处就是学东西很晚 不过我在interview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你说短处的时候 因为说真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 所以一定有短处 所以你要说短处 但是有一个弥补的方法 虽然我学东西很慢 但我胜在靠勤力 所以将勤保住了 所以可以试一下 要用心想一想 应该要怎么回答 不可以一路一尾 踩自己的短处 不可以踩自己一文不值 也要overcome 你如何解决你的短处 最后一个常见面试的问题 就是你的短处和短处是什么 有另一个phrase 就是你在未来五年 以及十年 会看到自己在做什么 或者是怎么样 如何回答 要真实一点 不可以说未来五年 我要做CEO 雇主问这个问题 是想看你 是不是想继续留在这间公司 所以最理想的答案 就是欧美来五年 我可能想晉升为manager 十年可能会看到自己 再高点职位 就是这样 比较真实一点 而且记住update你的linkedin 现在大部分的雇主 都会做一个地獄式的search 社交媒体 每个人都肯定有一个Facebook 或Instagram的account 所以也要确保你的instagram 可能没有一些太敏感 或者可能很多酒 派对这么厉害的东西 收回会比较好 好了 说到移用服飾 男女也一样 最好洗好头 不要油粒粒 如果是女性的你 要看你做哪一个行业 我觉得平时不是医生 其中那些可能摘起头 可能会比较好 如果有我这么长的头发 因为看起来是干净一点 但不是一定要的 这是我其中一个建议 正正常常这样 都可以的 而且如果你是in一些比较 professional的工 不要染到五盒六色 最好可能是黑色 或者啡色 不要太夸张 因为始终interview正经一点 好一点 可能之后再染 另一回事 另外指甲方面 我今天不是真的那么好 但不是interview 但最好整好指甲 可能做一些厨师 最好不要染 不是染 不要油这个指甲油 要看似乎你的工作是什么 但正常售价格的工 其实没所谓的油指甲油 总之是干净 看起来是 不会一颜一忽的指甲 就可以了 而妆容方面 建议如果你是in一些professional的工 就算是sales的工 可能是这样 普普通通 不要太厚妆 太夸张 但如果你是in一些makeup artist 夸张一点的妆 都没问题 所以真的很dependent 对 唇 不要烈焰红唇 淡淡的清清的妆 而衣装方面 其实我这一套的西装 和我将会讲的这一套 都是香港品牌refine寄给我的 这条片子是没收钱的 只是他们寄了两套西装 所以我想支持一下他们 因为他们是香港自家品牌 所以我觉得要支持一下 因为很少在香港出的一些fashion 之前也有观众问我 我在香港在哪买西装呢 我那个年代 因为我很久没有回香港 我不知道到现在 但真的不多地方可以买西装 很多时候真的买西装的地方 西装都很殊 不是太fashionable 比较殊 我觉得这一件 也挺特别的 这是夏天的 因为是短袖 它有一条绳子 这一件是零尺寸 就是他们最小的马 而且始终是香港品牌 所以那些尺寸 都会適合亚洲人 它的质素也不错 但是乱翻 因为是夏天的suit 所以比较薄身一点 冬天可能会厚身一点 而它有一粒扭在这里 而这条裙方面 很特别 它后面有两个叉 不会走路的时候 会跌倒 因为太窄 不会跌倒 而且它的质素真的不错 夏天不会太热 而且它里面有个里 通常有里的裙 也觉得它们比较高质一点 裙的尺寸方面 我也是最小的马 起初刚收到的时候 我穿的时候 有点点松 但是我现在是那头那个月 而且我吃了东西 所以现在刚好 这一套比较特别 颜色是浅紫色 偏粉粉的 而且说到衣着颜色方面 衣服 如果你是在一些专业 例如计划家 这些工 finance的工 建议黑白会比较好一点 而可能是销售 或者是一些fashion的工 其实穿这个有颜色彩色的suit 完全没问题 还是不错的 有少少的肩膀 我这个也有的 但不是太硬的 这件衣服的设计是这样的 没有像我现在穿的绳 但看上去完全不熟 因为我之前在香港买的那一套 我现在还在 我没穿过 因为真的比较熟 我不知道设计问题是哪里出错 但可以看到这件 比较欧美的设计 不像薯仔 穿了之后 这一条就是裙子 我忘了说 它有两个袋 我现在穿的那一条也有 也不错 可以装一些东西 可能cut 那些 后面也有一样 这样开叉 我里在里面 以裙的长度 我建议是及膝 其实过膝还可以 但不要过太多 因为始终interview 正经一点会比较好一点 之后才短一点 可能沾了份工 收了 之后再穿短一点 另一回事 但始终interview 也比较formal 会好一点 然后外衣 就说内衣 我现在穿这件 是在guess买的 是一些比较 不算很formal的 我之后也会展示两件 比较formal的衣服 里面是没有袖的 是鸡翼袖 这件也比较斯文 也是很配合我现在 现在黑白 我觉得最基本要穿的内衣 就是我现在穿这件 颜色方面 其实如果你在外面穿黑色的话 里面穿什么颜色 其实也可以 我觉得是配合自己颜色 我自己来说 纤色衣服可能粉红色 或者浅色一点的衣服 会显得我个人比较硬一点 也可以穿 或者红色这些 其实我也觉得没问题 因为始终你穿的衣服 大部分的范围都会盖住 只是展示中间的位置 所以其实没什么所谓 好了我展示两件 formal一点 可能由这件讲起 这件是缩衣服 是在A&F买的 但不用担心 因为到时穿了一件西装衣 就会盖住A&F 这件牌子很长 我会打在这里 这个牌子真的比较贵 但我在outlet买 我穿上身 这个面色很好看 因为我衬这些那么鲜色 而且是一个很滑身的质地 不一定要买同一个牌子 大家 但你可以大致上看到 衣服是怎么样的 好了终于说到最后 就是鞋 我已经拿到这双鞋上来了 就是lubiton的鞋 这双是classic的 黑色尖头鞋 的高跟鞋 这个高度 我觉得算是max 不要再穿高 这个高度 如果interview的话 因为如果太高 其实对自己来说 也不是太舒服 还有 有点夸张 就是你interview的时候 除非你可能真的 in fashion的工 是长装款 所以现在 在百货公司 都可以买 而且lubiton 都可以买 很建议这一双 这一双 我可以走很多个小时 我在毕业礼 也是穿这一双 然后我走着草地 很骚髒 到现在抹干净 好像很新 又不是很新 但可能也80%新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耐 不穿高跟鞋的朋友 不用担心 不一定要穿高跟鞋 可能可以穿矮 有点肘 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舒服 如果你脚痛的时候 会影响你的情绪 所以到时可能interview 会失准 所以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就可以了 如果你第一次interview 或训练我几次 都比较紧张的时候 放松点 不用紧张 如果真的太紧张 太紧张 手震了 也可以跟interviewer说 不好意思我很紧张 但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可以很直接地 跟他说 因为最重要是沟通 所以也祝你们面试成功 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点赞这个影片 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拜拜